好水原村呢之前也举行纳谷墙的动土动工典礼 那么族人们也陆续进行起绝母地的作业了 不过墓地上还有许多无名市的遗骸 部落族人们希望公所能够一并来处理 那么秀林厢长王梅归则是表示 由于公所的丰布经验和规划进行处理 会把无名市的遗骸做好起绝安置的处理 早期泰国的祖先都是以土葬的方式来埋葬仙人 二三十年前也没有立下碑文让后人来祭祀 有许多母地底下有许多无名市的遗骸 水原部落会议主席胡志胜表示 由于现在公所要新建纳谷墙 也希望公所能够一并来处理 我们这个纳谷台会议跟说明 从我开始参加都参加到现在成功 就是我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是代表那个 我们之前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既然开始失作的话 希望有这个机会 因为那个我们二三十年以前埋葬的 都是用木头没有名字的那个 那个是不是挖到以后 是不是要另外再处理 因为那个现在有名字那个有嘛 那个没有问题 因为因为我们我记得我们祖先 那个骨头你随便弄那个话 晚上会抓我们的脚 应该是共同 我们刚才是这样的 我们文化是这样的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休门下长文会表示 由于有了三战纳谷墙企业作业的经验之后 对主人们反应 则是会一并处以来安置 比如说摩擦擦摩擦擦嘛 但是第二层有没有名字 没有 第三层有没有 往下算的哦 变成是往下算四层哦 那个每个都这样站着 所以你们放心 我们只要取决到像这样的状况 我们也会安置 也会安置 包含哦 我跟大家讲 以前Rudan很喜欢带什么入障 你知道吗 Soki 巴雷 目前我是没有看到腔 巴雷 S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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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多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处理好它 因为做的人也很怕 承办客也很怕 所以在这个部分 也还好承办客都有一些经验 那其他的厂商他们更有经验 所以这个部分 请大家放心 我们可以表示 现在新建那谷墙有水源村 三战部落 而家旺部落和平村 大洛斯部落 榕树部落和崇光部落 则是进行取决和树民会的阶段 公所会极力的推动 以部落以那谷墙的政策 让先人能够安置最好的环境 供后人来祭祀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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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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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